A股已经开门两年黑了 新年的头两个交易日连跌两天 太狠了 今天的杀伤力比昨天要大得多 今天3800多家公司下跌 而且炒股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早上我都没有 我早上我都没有 今天上涨的你都没有 昨天上涨的你也没有 但是跌的你可能都有 跌的你可能手里都有 所以说很多股民呢 这两天就两天激情又被浇灭了 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 A股持续下跌 持续持续下跌 觉得哎呀 上次之后跌了两年了 炒股板跌了三年了 混财板跌了三年了 那2024年不是要大干一场吗 结果两天过之后 又要开始回本的路上了 因为前两天都亏钱了 说今年又要开始回本了 又要开始回本了 所以说今天A股的股民的表情呢 就这样的 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 是你眼睛哭得多伤心 我啥也不是 本来以为这个人生机遇呢 结果头两天就教你重新做人 但是其实今天的北向资金呢 并没有来扎盘 外资今天还流入了十一个亿呢 北向资金还流入了十一个亿呢 所以说今天北向资金也不背锅呀 然后 为什么A股连跌两天 就传言啊 传言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今年的这个基金经理啊 被拆员了 被这个降薪了 有怨气 扎盘 扎盘呢 释放下怨气 因为往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都应该准备的 什么年会呀 到时候年会的时候 发个什么奖金啊之类的 今年年会也取消了 奖金也不发了 不发奖金还要拆员 还要降薪 基金经理发飙了 基金经理这个扎盘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说 就是 有62只基金定档 一月份发售 那基金发售 肯定是要低位建仓啊 低位怎么建仓呢 对吧 先砸盘 砸下来过之后 然后呢 这个 在 在到时候砸盘过之后 然后呢 在 其中呢 你看有62只基金 还有一只就是富国基金 这个富国基金 就是打新浙江国祥的基金 至于说他们的基金 还能不能卖得出去 就不知道了 至于他们的基金 还能不能 现在的基金 能不能卖得出去 不知道 不过呢 不过这个基金 也许能卖得出去 就是这个 QDI 这个也许能卖得出去 QDI 就是 它是属于买国外的股票 买国外的股市的基金 就是QDI 买国外的股市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国外的股市 像 像这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昨天 创了历史新高 就在昨天 昨天澳大利亚创了历史新高 除了澳大利亚昨天创了历史新高以外 这个印尼 大家知道印尼就是 就是印度啊 然后还有一个印尼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人口也接近差不多三个亿呢 就是我们那个亚万高铁 给他建高铁的这个国家 昨天呢 他也创了历史新高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诞生了两个历史新高的股市 一个是澳大利亚 一个是印尼 当然像日本啊 印度啊 像日本 印度啊 德国啊 法国啊 还有美国啊 都创过历史新高过了啊 昨天增加了两个 昨天的 昨天增加了两个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说呢 他在62个基金里面呢 尤其是像国外的基金 也许是能够卖得出去的啊 就QDI 就是海外的基金 也许是能够卖得出去的 讲一下我们的盘面吧 盘面呢 是这个A股今天大跌呢 跟美股昨天是有关系的 美国 美国又一里程碑 美国国债历史上 首次突破34万 34万亿美元 呃 这个美国国债呢 对这个老美昨天的股市影响呢 还是有一点的 昨天美股市场 盗琼斯是涨的 盗琼斯为什么涨的 因为盗琼斯 他主要是消费股啊 医药股 大家知道什么 李来啊 诺和诺德啊 这些是属于医药股 医药股其实在 盗琼斯份额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昨天呢 盗琼斯之所以涨 是因为医药股在涨 那么我们今天的延续 就是我们今天的医药股也是涨了 因为美国昨天医药股涨 所以盗琼斯创历史新高了 我们医药股也是 今天也是涨的 昨天美股呢 主要是纳斯达克大跌 大跌的原因 我之前给大家解释过 跟我们2016年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2016年呢 当时不是熔断吗 当时2016年不是这个 熔断吗 熔断呢 前一天是跌的 因为2015年要排名嘛 排名结束过之后呢 就砸盘备 反正你像 他们像纳斯达克 他只需要撑到 3月31号 基金经理年终奖就拿到了 管之后就不管了 所以说你看他 第一天就大跌 创了10月份以来 单日跌幅最大的下跌 这个其实就是年终奖拿过了 基金经理呢 也不需要互盘了 美国基金经理也要拿年终奖 因为人性嘛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美国国债的问题 我们是房地产的问题 然后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历史上 首次突破34万亿美元 看到没有 这个34万亿美元 跟他前两天 刚刚突破30亿美元 这就慢慢的 就还没几天呢 就突破了 就34万亿美元了 太牛了 老美的国债现在不好卖 不好卖 然后美国的科技股 迎来了开门锤 苹果突破大力空 一夜市增发了7600亿 7600亿的增发 跟刚才讲的美国国债收益率 是有关系的 美国国债收益率 开年全线飙升 时间期回到3.9上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美国国债 就是太多了 34万亿美元了 突破了 都知道美国已经还不起了 最多就是会把利息还给你 现在就是说都知道 就跟那个银行差不多 就是都知道你这个信用 你这个人信用已经不太好了 那你说你要想这套钱 怎么样才能借到呢 就必须就是给人家多一点利息 都知道美国还不起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利息要上升 因为利息不上升 那就没人借钱给你了 所以说在昨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债 它的收益率又飙升了 飙升到3.9上方了 那你想想 这个国债一涨 这个也是属于污染利率 那很多人就不买股票了 不买股票 然后股票就下跌了 这是外围 那么我们国内呢 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也算是个小利好吧 三千五百亿 央妈重启PSL 这些东西虽然说看着很复杂 其实就是放水 这个叫做抵押补充贷款 PSL 抵押补充贷款呢 它在2014年的时候用过 主要是支持盆改的 大家知道2014年15年 这个房价拉升了一波 当时主要就是大规模盆改 就是把你的房子给你拆掉 然后呢 再建个房子 然后这样盆改不是有很多人就有钱了吗 拿着这个钱 然后就买新房嘛 所以说14年15年呢 这个盆改来了一波 到了14年15年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A股 当时是大涨的 很多人他毕竟是赚了钱的 你可能说后来进来的人亏钱 但是前面的人是赚钱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财富增加 所以当时呢 就房价就起来了 这个呢 也算是放了下水 只是说以前放水的时候 大家都买房 对吧 然后房地产呢 再拉动就业 再拉动这个什么基建 建材呀 等等等等 但现在呢 就是放水 这个钱没有进入这个 没有进入这个 没有进入社会 基本上都在银行里空赚 因为除了房地产这个标的以外呢 其他的好像还不太好标的 而且又能够融捺如此多的资金 但是不管怎么说 放水总算是好事嘛 也不能算是件坏事 对吧 银额是2.03万亿 与2022年相比呢 基本上持平 其中30家现金企业分红金额超过百亿 工商银行以1080亿元的现金分红一计绝成 成为分红之最 也是唯一一家分红超过千亿的A股上市公司 好 那么这一段要解读一下 就是说 分红比较高的 就是昨天和今天A股比较热门的两个方向 比如说代表人物呢 像煤炭 煤炭大家知道 煤炭的龙头呢 每年分红可能大概有十个点 假如说股票当年没有跌 那你基本上有十个点的红利 还有像这个高速乌鲁 最近高速乌鲁呢 长得还是不错的 还有像这个石油 这一类的都属于高分红的公司 在低吸环境之下 很多基金经理呢 就选择躺平了 就准备去吃红分红了 这种呢 算是比较保守的做法 当然了 这个也是有先河的 比如说这个沃伦巴菲特 一代股神呢 他就比较喜欢买一些高分红的 一些公司 所以巴菲特喜欢买铁路啊 公路 这个呢 是一方面 有一点点保守 这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打法 第二个也是我们重点解读的 就是整体来看 去年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额 已经超过了当年股权融资总金额 2023年股权融资总额为1.13万亿 包括IPO融资 3565亿 增发5789亿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哎呀 你看我 我的这个分红都分了2万亿了 但是我呢 这个融资总额呢 才1.13万亿 明显还是没有这个分红分的多的 所以说我应该还是可以继续IPO的 我还可以继续这个大局IPO 或者说股市下跌的原因啊 并不是因为IPO 我还是要好好发IPO的 那么这里呢 就有两个偷换的概念 就是你你乍一看 哎 好像很有道理啊 我去年分红分了2.03万亿 但是我这个股权融资IPO 才总 才1.13万亿 我还可以继续上新股啊 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 他没有 他没有算减持呀 啊 你看 因为你 你要知道 一个一个新股上市过之后 除了 IPO融资 然后呢 还有定项蒸发以外 他要减持的呀 对不对 他还是要减持的 比如说最近 这个百为存储 大家知道 一个存储公司 啊 这两天解禁 然后昨天20厘米接停 今天又跌了十几厘米 啊 就是要解禁了 要解 有100多亿要解禁 结果就跌了30% 啊 对不对 那么那么你要知道 他要是把这个减持再刷上去呢 减持刷上去过之后 那可能分红 也就跟这个 IPO融资 蒸发和减持 就差不多了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图换概念 啊 图换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知道去年 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个 嗯 股市跌太多了 所以下半年整体IPO是啊 速度很慢的 啊 融资的一些大的 什么先证的啊 其他都没上市 好 也就是说在2023年 其实总体的IPO 跟2022年比较起来 跟2021年比较起来 或者跟2020年比较起来 明显都是啊 少了很多的啊 所以说他就什么 专挑了一个 就专门挑了一个什么 专门挑了一个 呃就是 呃 新股上市比较少的年份 告诉你 你看 你看我对吧 分红分了这么多 但是我 这个融资都没中多少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分 就是IPO和债融资超过了分红的时候 比如说20年他不说 20年21年他不说 22年他不说 啊 呃 然后就专门挑了一个 这个IPO 对吧 因为这个浙江国祥过之后的这个IPO 这个 这个 对吧 少了一年 然后挑了一下说 你看 我这个融资的不多吧 但是他还没有把减词算上 他还没有 他还不算减词 他还没有 他还不算减词啊 所以这个偷换的概念 一个是他不加减词 第二个 就挑了一个 融资额比较少的年份 跟这个分红去这个比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这个报告呢 很有可能也是为了 为了这个吧 也有可能是为了这个 新股 上周新新增APO申报企业 54家 你看 一个星期就是54家 好快啊 那要是一个月的话 200奖 一年的话2000奖 这个APO永远都是验尘虎 APO永远都是批不完 对吧 APO永远批不完 你看这个 对吧 一周就新增了APO 54家 那为什么一周新增 因为股市反弹了两天 股市反弹了两天 然后 然后这个又可以APO了 然后呢 你看 这个 这个 就这个 反正 大概就这个情况吧 2023年亏损最多的公募基金离职了 上瘾新能源产业精选 基金经理呢 叫做思敏家 因为个人原因离任 该基金2023年亏损幅度是46.18 为去年亏损幅度最大的公募基金产品 也就是这个基金经理呢 叫做思敏家 这个人也算是走红了啊 他呢 这个去年亏损了46% 嗯 46%呢 是去年公募基金亏损最大的产品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 反正总感觉就是哪里不太对 但是又说不好哪里不对 啊 啊 你要知道 比如说这个基金亏了46%了 然后基金经理就离职了 那你承担点责任离职也是应该的 但是好像 就好像就哪里不对 因为他就好像就离职了 然后就没有了啊 就就没有了 就有点像什么呢 呃 大家看过这个 嗯 这个 郑凯 郑凯演过这个前任攻略嘛 啊 前任攻略 就是说 谭恋爱男的就是为了结婚吗 对吧 有个片段 谭恋爱就是一个为了结婚吗 那个男主角讲 谭恋爱那个男主角说 谭恋爱肯定是为了结婚啊 但是女主角就讲 哎 你这目的不存啊 我谭恋爱就是为了纯纯的爱你 但是你却是为了为了娶我 对吧 你这目的不存啊 就乍一听了 好像有问题 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是不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好像听了对吧 那谭恋爱不是为了为了结婚吗 然后这个人家女主角说 我就是为了纯纯的爱你 对吧 这好像有问题 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今年这个基金经理理论 我就感觉好像一看 好像是有问题 但是具体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你像这个私募基金呢 他的这个亏损的话 私募基金要亏损的话 是有是有爆仓的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亿亏了3000万了 那怎么也得给这个基民留个7000万 对不对 但是公募基金呢 他好像这个爆仓很少 那有可能亏亏亏就亏亏亏亏亏光了 对不对 你要说一定哪里有问题呢 可能这个就像这个制度啊 对吧 制度啊 促进优化公募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模式 保护这个图着利益 促进优化公募基金管理人交易模式 应该就是可能这个模式上有问题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就是 某某些地方要改 但是具体怎么改 可能就不是我们能够操心得了的了 只能在这个摸索当中啊 摸索当中努力了啊 总的来讲呢 A股啊 我们大A呢 已经是跌了很长时间的了啊 这个时候呢 不要过于悲观 昨天尾盘的A股是跳水的 今天尾盘的A股就不一定会跳水了啊 有可能尾盘就不跳水了 这个时候再坚持一下啊 突破60线的过程是艰难的 但是回踩一下再突破 那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人家这个老美都大跌了 老美都大跌了 我们跌了几年的A股 难道不是价值挖地吗 还能难道去炒美股吗 美股都这么高了 所以说对于2024年的A股 一定要有信心